哈喽大家好 在你们面前的 这个是最新款的2020款的XPS159520 还记得我上期视频说的吗 这个出产就划牙了 这个出产就划牙了 其他都拧得开 就唯独这个拧不开 我也是服了这个品控 然后其他的UP主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然后今天我去找售后 终于把这颗螺丝弄下来了 现在我就可以换上我的三星PM9A1进去了 来咱们拆机吧 我没有那个专用的工具 我最后是用身份证把它给撬出来的 哇哦 你看这机器内部 看这个CNC做工 这做工非常好 一整快捋 CNC加工而成的 听他们是这么介绍的 先欣赏一下这个内部 86瓦时的电磁 还有个扬声器 然后MD2 风扇热光 气垃圈 而且内存条 cuid 组工不是一般的 resep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面部 背板 这个风扇的欺骗是真的密 密集恐惧症 渗入 我知道这个内存怎么打开来了 它这个是这样子 它这个套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这个我看一下是什么内存 DD25 海力式的DD25内存 背面啥都没有 单面颗粒12345678 中间还有个ECC 错误纠正 还有个电源管理 OK 然后我们再把内存给插上回去 这个最糟糕的台词插回去 这个呢是我的PM91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插回笔记本内部去 2280的 待会儿它是没有送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是我自己备用的 我自己有工具箱 好了 PM91 然后再把这个拆开来看一看 我很好奇 不会吧 这里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还是自己操作 yes 这样的 你看 人家的PM91 等一下 黏住了 他黏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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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戴耳的做工 来 写上一下 同样也是PM91 两条PM91 AE 然后呢 这里 还有 鬼电 佛舟散热 多好 我真希望我这一块也有一片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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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回去了吗 等一下 是从这边 然后这样子 应该有接起来 这一颗螺丝我不想锁了 少一颗无所谓 因为已经划牙了 到时候我弄不出来怎么办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识别到了第二块的PM91 然后我现在要把它全部删掉 因为啥东西都没有 那就这样吧 关了 yes yes ok 哈 没有出实话哦 已经搞定了 来 咱们出实话直喷 gpt分区表 yes 然后 新进一个简单卷 我把它全部都作为 一个分区就好 一旁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来检查一次 这些 可用 都是gpt的 然后 电脑 500G可用 其实呢 我是想把这个500G的PM91做系统盘 然后再两个etb 也就是 这个做系统盘 这个etb不分区 整个用来传电影传游戏 多好 但是 算了 我懒得再搞了 这个是原配的 戴尔原配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 再给你们看两个东西 一个是买XPS159 520送的背包 15寸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写的 backpack 15 我 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应该用 剪刀的呀 这是个双清背包 蓝色的 这是它的正面 集合图案 哎呦 防卫标签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是 第一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到这里 哇 真的吗 第二个格子的设计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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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 嘿 有了 我看看啊 咱们 XPS15要出街了 刚刚好 不是吗 第二个呢 是送的无线件数套装 这个官网售价500多块钱 我上次喜欢无线的 真的 外包装就暂时到这里 然后我们从这里撕开 至少我再也不需要用刀 冰钩 这个我先贴一遍去 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无线件数 这个件程会比XPS还长 就是按起来会偏硬一点 至少有数字小键盘不对吗 我好奇的是这个鼠标 这个鼠标呢 大拇指的位置 就是 有个凹险 人体工程序 我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进棚拿起来看一下 好薄啊 天哪 天哪 是真的很薄 关于这个小鼠标呢 还有个小细节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这边显示的一个东西啊 它这个上面是可以打开的 它的无线接收其实隐藏在这里的 电池是放在这里的 也就是说 嗯 是个很好的收纳位置 再也不会弄丢了 而且这个东西还挺小巧的 我有点喜欢的 这是我梦名以求的配置 就是一台XPS 然后XPOS 再加上一台4K的显示器 哇 你看这个XPS 戴耳的做工 戴耳一般都是五边框的典范 我非常喜欢 给大家来看一下 以前我是用台式机的 但是那个台式机的话 太占地方了 耗电量太大了 而且性能过剩 我意识到 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余的性能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真的很方便 我一般都不是 我一般都是不接显示器用的 一般都是 只是用笔记本而已 因为这个小屏幕 我感觉用起来挺顺手的 这个键盘手感非常的好 还有碳纤维 这个碳纤维 轻浮材质很舒服 然后触控板也是我见过最大的 非常大 这个面积